缓解腰椎间盘突出最好的方法 千乱别错过 大家好 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马学红 缓解腰椎间盘突出腰痛 腿痛 腿麻这些症状最好的办法呢 其实很简单 很多朋友腰突发作的时候呢 腰腿痛的也很厉害 也非常的焦虑 但是呢 又怕做手术 你又不想做手术 开始寻求各种的保守治疗的方法 比如说按摩呀 理疗啊 签移一样 扎蒸酒啊 等等 实际上呢 在急性气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 卧床休息 神们也别做 在家里面呢 可以适当的溜达溜达 没事儿呢 就躺在床上休息 这样实际上反而比您奔过去做各种理疗都有效 因为经过充分的休息以后呢 神经灯的水肿消退了 相关的一些症状呢 自然也就缓解了 这个卧床的休息的时间呢 一般都是一周到两周 有的比较严重呢 可能还会更长一些 等症状缓解了之后 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腰背肌的功能锻炼 大家可以看我以往发布的一些视频 希望能够关注到大家